特别好奇这个9分钟车程就能卖到420的高级动物里面到底长啥样啊 比二等座贵出整整气质被那配置和服务不得相当哇塞了 但要买这个9分钟的票吧 估计咱们没等看明白里面啥样的就到地方了 于是我打算从这个车的始发站杭州东站开始做 咱们一起体验一下这个高级动物啊 看看到底是什么神仙配置和服务 进站之前咱们先拨打一下铁路客服 咨询一下这么贵的车票能不能进商务后车区或VIP后车室之类的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 我买高级动物卧的票在杭州东站有没有什么像VIP后车室之类的 高级动物卧吗 对高级动物卧 您好先生 您说 没有的就没有商务的后车室 就是正常的那个后车室就后车的 也没有什么就是提前进站之类的服务 对 好谢谢啊 刚才跟客服落了半天毛线都没有啊 这家伙早上热点来的早饭都没吃提前将近俩点 就以为能进商务后车区参个小零食啥的呢 彻底失算了在这消停坐着吧 终于开始检票了就是这个洞2246 买票的时候其他席位都受空了 就这个高级动物有票 可以看到这个动车组的外观款式比较老 变成二等座了 我好像在村外看出了一个大大的飞碟 这车的卧铺上度率这么高吗 好像每个包间的卧铺都是满的 我都快走到头了 这全是动卧 每个包间都是满的 关键这个车是白天开行 不是晚上开行啊 这卧铺都卖这么多人的 一直走到头到最后一家车厢 我才发现二等座 我才反应过来 这个车只卖二等座和高级动卧两个席位 这种普通的动卧应该是当场二等座卖的 也就是动卧带二等座 我怎么感觉刚才的英语报仗乖乖的呢 但是又收回哪里不对 这家我这车都走出一站地了 我还没回包间呢 这哥们把门管上了 哎这哥们让我下车了 行李都拿走了 这哥们觉得是很茬子呀 四十多分钟四百多块钱进去了 说我自己了 得会好好欣赏一下这个高级动卧 到底长啥样 这种高级动卧一屋只俩人上下铺的床 另一侧就是这种双人小沙发 沙发方面是个小衣柜 底下可以放些行李箱什么的 然后上面是带门门的 可以放衣物 里面有一架 桌子上面有当天的报纸和纸抽 还有咱们最关心的充电问题 桌子底下有二百二十幅电源 哎才发现呢 床头的小蛮人这么像个小摄像头呢 我得去 这原来是个灯啊 长得太像摄像头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床底下带个小格子 里面放的是一次性拖鞋 床头这个开关应该是控制电视的 应该看不了 我闻了好多下都没有反应 马上到中午了 不知道高级动卧能让公断饭啥的 列车已经到达江宁站 这不巴比Q了吗 过来江宁都十一点半了 高级动卧看来没有免费的午餐 真不是整个短途的商务座 中午还能整顿饭吃 白菜盒饭有需要吗 多少钱一份啊 六十 多少钱一份啊 六十 六十一份 不行啊 早上都没吃饭 一狠心整个六十的盒饭 这么贵的高级动卧都买了也不差这六十了 吃完还得抓紧到地方呢 南京上了一大姐也要载着充电 这高级动卧车厢的一端还带个小客厅呢 整体来看这个高级动卧跟普通火车中的高级软卧很像 但是比火车高软中少了个独立卫生间 至于九分钟四百二的票价 它其实是个起步价 就是你从杭州坐到南京 它也是四百二 设置这么高的起步价 应该是为了防止短途旅客 占用卧铺资源 但即便如此 买个长途票也依然有点小贵啊 我从杭州买到河飞南 坐了两个半点 下铺花了六百二 赶紧下车吧 一个小时两百来块呀 得坐在结构干破产了